208 太陽報 外國有最黑白熬漢奸陽無何其多 2015年7月15日兩岸A25陽光華下臨近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 解放軍報日前整版刊文透視和反思抗戰期間漢奸現象文化 指出整個抗戰期間,中國藝軍總數至少在300萬以上 數量比侵華入軍還多,中國是唯一一個在二戰中危軍數量超過侵略軍隊的國家 這個極其可悲的歷史現象折射出中華民族特有的劣根性 抗戰期間無數中華義士用生命和鮮血泡寫尿器吞山河的反抗外來侵略的英雄絕思 但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也有數不清的民族敗類變節投降 賣國求榮,應賊作父,助就違約 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其此大獄的一筆 身為國民黨二號人物的汪精刺 也重陪都重獻出土越南航內,公開發表演電半過頭的 並在日本軍都支持下成立汪藝國民政府 造了近代以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漢奸 抗戰初期,經常出現百名日購侵佔一個完成或省成的場面 不僅未遇抵抗,還會有一些漢奸亡平缺耀 為慈會牌子,並打光傳送 雙營,南京保鏈心拔成燒禁,但一些漢奸竟用火把 手電筒引導日軍飛機轟炸彈藥庫、兵營等重要目標 日本兵初進南京城,漢奸把藏身於民眾中 脫下軍裝的首成官兵一個個指認出來 致使這些軍人被日軍活活刺死,危難中的中華民族 除了要與日本侵略者肉血分戰,還要奮出相當大的力量 與背叛走國和民族的不肖子孫鬥爭 一潰虛死百潰盈存一潰虛死百潰盈存 抗戰時期的漢奸走狗雖然已被營進歷史垃圾堆 但當代社會中以各種面目出現的漢奸楊毛仍然層出不同 早前有內地民人甚至公開透過汪精刺 認為他當年與日本人合作時曲線救國 希望在民族危望時刻,保存淪陷區部分民眾和土地 這些奇談怪論竟贏得不少叫好聲,似乎堅持抗戰完全是荒謬 中國應改成為日本的殖民地,還有些人為歷史監商巡繪公然哭怨 青巡公跪得太累了,要站起來了,黑龍光芳正願為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日本 滿洲開拓團樹碑立轉,美其名若展示中華民族的博大空懷,發展中日關係,吸引日本投資 河南阿洋一家酒店更堂而皇之打出日本族日期,令人懷疑當今中國到底是誰家天下 中國似乎又到了最無恥的時代,應賊作父,外奸行蹤,外國有罪,賣國有獎 為漢奸賣國賊平反,將民族英雄鞭師,以成為潮流 每逢大事,必出漢奸,在釣魚島之爭如演如烈,中日之戰一觸即法之際 漢奸們更是蠢蠢欲動,有人更公開宣布願造滅亡中國的大路黨 漢奸作亂,國無寧日,隨間以成當務之急 中國應向南韓學習,從法律上清算漢奸,並建立漢奸恥育館 展示漢奸醜行,讓不造漢奸四個字永遠黑入國人腦海 該天的樣奸曲僚設立作 commonly 元主結,將起始至ael成廢奸 之間亦有限重 上無敵無限 找起帝 Raymond 最新 Gabrie 對 影片 紀許 LE 印尊